早安 我簡單的帶大家rump一下我的民宿 因為我覺得這幾次住這種 好訪式的民宿 格局好像都有大同小異 所以就快速的介紹一下就好 一樣的話就是進來之後 然後一些儲物櫃啊 他們自己的打掃的用品 然後洗衣機、微波爐、廁所 廁所其實也都大同小異 對然後會附一些 吹風機、電棒捲之類的 那接下來這邊就是 砍進去一體式的冰箱 小客廳 然後跟床 但這間民宿我覺得他 有一點小缺點就是他可能打掃的沒有到很乾淨 所以有些平常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小地方像 這種角落可能就有一點點小發霉 但這間民宿他本身最大的賣點就是 可以直接躺在床邊看海景 所以我覺得我還可以接受這些小蝦吃啦 因為以同價位的 民宿來說的話 大部分的海景的民宿啊 他的窗戶可能就是 更窄一點沒有這種整片的落地窗 然後可能你看看出去之後 左右兩邊都是大樓 是從大樓的夾縫之中看到一點點的海景而已 那價格差不多的情況下 這一間他至少是整個大面積的落地窗 雖然你看出去之後 右邊也是會看得到其他大樓的牆面啦 但整體來說他的看到海的寬度是夠寬的 所以他打掃方面可能有一點點小蝦吃 我覺得我還可以接受啦 那我現在的話先去吃個早午餐 吃完早午餐之後呢 找一間風景漂亮的咖啡廳 邊喝咖啡然後邊看海 現在白天還蠻熱的 但海灘上還是有一些人 把拍攝都放 доступ 這邊一定會談是 他們要是調得acağım 另外再出現 要到沾傘 咖啡ので 最黑咖啡 土� 有一點小熱加上廣安禮站走到海邊的距離比較遠一點 所以我剛才就大公車偷懶的方式 然後現在回到廣安禮的海邊了要去咖啡廳 所以我把柵下廣安禮都看看 時間快到了 喝完咖啡然後我現在要去新世界百貨逛一下 我很喜歡釜山的新世界百貨 因為我覺得該有的品牌那邊全部都有 包含像現在很紅的伊米10R那邊全部都有 然後他剛好又在廣安底跟海雲台的中間而已 所以要去的話都還蠻方便的 搭地鐵的話我記得大概兩三站而已吧 我剛剛先回民宿把東西放好然後休息一下之後 現在要去吃晚餐要去吃一個海鮮刀削麵然後可以邊吃面邊看海景 下雨了 上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 还好我是一个食量很大的人 才有办法拍这种独履的美食影片 然后我现在要去一个复合式的商场 它算蛮新的吧 大概是两年前2002的时候才刚开的 里面的话就是一个文创的空间 有美食小吃还有一些文创品牌 就当作是去散步看一下 逛完 然后我现在要去一间我早的咖啡厅悠闲的吃甜点 跟看海 因为这附近真的有太多咖啡厅跟甜点店 每一间都很优秀 每一间都很棒 所以我就只好一天塞了两间 我刚刚回来民宿休息了一下 然后趁现在还没有12点之前 再去吹吹海风喝个啤酒 然后看一下广安邸大桥最后的夜景 因为昨天超过12点 所以那时候灯都已经关了 顺便再去买个宵夜 刚刚在C屋的超市买了这个前阵子很红的柠檬生皮 里面有整片的柠檬 现在好像已经不缺货了 因为刚刚C屋的便利商店里面就是三大牌 然后都叠满的 应该是已经退烧了吧 但我今年7月去大丘炸集结的时候是都没有找到啦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雖然捨不得這麼美的海景 但旅程已經接近尾聲了 我明天晚上就要回台灣了 那今天最後的宵夜的話 就會吃一個釜山自己在地的炸雞品牌 叫做All Dark 然後它在廣安里這邊有一間分店 開箱我的炸雞 它真的是超大份的 有一點嚇到我了 我買的是他們比較熱門的五穀的口味 它除了炸雞之外的話 還會另外附炸明膏跟炸薯甜 配菜的話會有沙拉跟煙蘿蔔 然後它會附上所有的醬料跟調味粉都給你 所以等於是你各種口味都吃得到 來試吃 我先吃原味的好了 就不要沾任何的調味 它的麵衣是飽的可是非常的脆 然後五穀的很juicy 汁超多的 是好吃的耶 第二樣的話我來沾這個黑黑的不知道是什麼醬 應該是醬油 微鹹微甜 蘸醬也有蘸醬的特色 而且它的五穀的肉都蠻嫩的 不會說是給你很乾彩的雞胸肉 重點是這個份量 我覺得我應該是吃不完吧 這個是甜辣的 也不錯 可是目前兩個筆下的話我比較喜歡那個 黑色醬油的 比較深紅色一點的 喔這個是辣椒的 這個好吃 辣椒的跟醬油的都好吃 它的辣是我覺得蠻舒服的辣 不會讓你覺得辣到怎麼受不了 這應該是蒜 蒜濃醬吧 喔不是蒜濃醬 它是蜂蜜 應該是蜂蜜 甜甜的 這個也很好吃 目前吃下來四個口味 甜辣我覺得比較普通 然後蜂蜜 辣椒跟醬油 這三個我覺得都非常好吃 不分選擇 最後一個 這個應該是 起司粉的 起司很香 超香的 我覺得我目前吃過的炸雞店裡面 一直讓我印象很深刻 流連萬訪的 第一個是Prada 然後接下來是 釜山的巨人炸雞 第三間應該就是這一間了 這三間我覺得 我都非常的愛 大家分享兩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是 如果有去逛釜山的新世界百貨的話 記得可以先去三樓的服務中心 去換一個就是 外籍客專用的折扣卡 他的話是每一個月會有五次的機會 然後有九五折的優惠 那除了九五折優惠之外的話 還會有最基本的就是退稅的服務 另外的話他退稅的地點也跟之前不太一樣 我記得我去年去逛的時候 他退稅的地點是在三樓的星巴克的正對面 然後我今天在去的時候 他的退稅的地點已經變成一樣在三樓 可是是在那個 黃德阿門的正對面 所以去年那個星巴克的正對面 好像只是一個臨時的一個櫃台而已 然後我今天去半退稅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的服務人員都是會說中文的 那一張外籍客專用的折扣卡 他有跟我說就是 除了福山的新世界百貨之外 首爾的新世界百貨也是通用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 如果也要買一些專櫃的保養品 或者是一些比較高單價的東西的話 建議可以先去下載樂天百貨免稅的 像我這一次的話就有買富馬爾的香稅 他的話在台灣的話 50ml的一瓶大概是 我記得大概是七千多塊吧 然後我在樂天百貨的免稅的app上面買 折扣下來一瓶才三千七左右而已 幾乎已經等於是五到六折左右了 真的差蠻多的 那好處是你就不用再花時間去百貨狗子逛了 只要先在app上面 宣號你要的東西 設定好你是幾月幾號的飛機 航班的資訊就可以直接在機場做領取了 重點是app上面的價格一定是比你去百貨實體買還要更優惠 我現在後來台灣在剪片的當下 我覺得真的可以好好地善用這一個熱天免稅的app 因為像我自己是很喜歡收藏跟買沙龍香的人 那除了我在影片裡面提到的富馬爾的香水之外呢 那大家很常買的像The Labo 然後Killian等等 大概也都是五到六折左右 只是一些比較熱門的味道可能常常都會缺貨啦 但五到六折的話就等於是我買一瓶50ml的香水 就送我一張單程機票的概念 那如果我買了一瓶100ml的香水 就等於是送了一個來回機票的概念了 然後另外像保養品也是 例如像海洋娜娜的乳霜60ml的 我記得台灣好像是賣1萬3 1萬4左右吧 那我在app上面看的話大概是7000塊左右 大概也是打了6折左右的價格 另外的話像我那幾天在Polivian 一樣要找那個阿比的魚腥草面膜 可能是因為太熱門了 所以盒裝的包裝已經完全都沒有了 只剩下單片裝 那單片的價格我記得大概是含元3000還是4000塊左右吧 就將近是台幣快100元了 但是我在樂天的免稅app上面啊 有看到他有我看一下喔 他有10片裝的 然後台幣才不到400元 真的非常優惠 但是這個是我後來回台灣之後看他才有補貨的 我當下看的時候他是沒有貨的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要常常每天都去刷那個app 然後結帳的時候啊 他會把你導到另外一個負責結帳刷卡的app 他叫做DM Plus 他裡面的話就是要先綁好信用卡 然後你的護照啊個人資訊等等 所以我覺得就是可以出發前的話就先做好這些事情了 另外我看還蠻多網友就是分享可以樂天百貨免稅的app 跟新世界百貨的app 兩邊的話可以去互相比價 然後互相看一下哪邊是有貨的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早安 早安 文本今天中餐呢是想說要去吃豬肉湯飯 我在瓜尼這邊有找一間豬肉湯飯 但是我想說不行不能浪費食物 我前天的披薩都還沒有吃完 所以今天的中餐就變成加熱披薩 加熱之後還是很好吃耶 這間披薩真的大推 就是盡量早點到才可以坐到靠床的位置 這一次有幾間餐廳沒有吃到 但我還是一樣把他的資訊 他的連結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剛才已經先去寄放玩行李了 因為我住的是民宿 所以他沒有提供寄放行李的服務 那你要寄放行李的話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的話是有客服務中心 他是免費的 但是他必須要押護照 所以就是自己評估一下有沒有那個需要 第二個的話是我住的那一棟民宿的大樓 他的一樓跟十一樓都有行李的置物櫃 那他是需要付費的 所以我是選擇放在那個行李置物櫃那邊 那我就一樣把我行李置物櫃的那一棟大樓的 地理位置資訊就是一樣放在底下的資訊欄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現在的話就是早上十一、十二點左右 再去最後一間咖啡廳就是悠閒的看海 然後下午就要準備離開廣安裡了 他又不是海GO開�的一縫 是在說何ини 谷歌你不 궁做得到 大樓盤油 很有指導的 如果補員的話他的卓又要ocal шей な至於裡面 各大樓盤子 如果補員的話 在搞他就一個 modified 他就好 要謝謝 剛才 現在要回去拿行李 然後就要搭地鐵去西面站購物了 然後其實整個廣安里的海灘它的長度很長 它從地鐵晶蓮三站到廣安里站整段都是海灘 只是晶蓮三站它出來之後走到海灘的距離比較短 從廣安里站出來的話走到海灘的距離比較長 所以像我這一次的民宿就是找靠近晶蓮三站這裡的 這樣子的話就是比較不需要走太多的路 之前熱天百貨的地下二樓是可以免費寄放行李的 但這次去了之後它是說已經沒有寄放行李的服務了 它把我引導到地下一樓可是地下一樓也是要付費的儲物櫃 所以的話就可以來就是西面地下街這邊有很多這種智能的儲物櫃 那你只要掃上面這個QR碼的話它就會引導你下載APP 那你下載了APP之後啊 再掃一次這個碼它就會顯示說你現在是在幾號的儲物櫃這裡 然後它會顯示現在哪些櫃體是可以用的 選擇你要的櫃體之後它就會引導你去刷你的信用卡 但是你在刷信用卡的這個環節啊 它會像我們在台灣網購一樣會寄一個簡訊的認證碼給你 所以你一定要確保你在台灣的手機號碼在這裡是可以收到簡訊的 那就可以照它的步驟繼續去做一個寄放 如果在比較非主流商圈的Olivian啊 看到香外的東西尤其是熱門的就可以先買了 因為我在西面的Olivian啊 那個維蒸精華100的全部是大絕火 可是我在青州或者是在廣安裡的Olivian是都還有 晚餐的話就去吃上一次沒有吃到的固定點燒肉 然後重點的話是它的烤豬皮 那吃完晚餐之後的話就差不多要去機場準備搭飛機了 會不會太行 ,會不會太行 那麼便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建議大家就是可以善用這個蜘蛛報道機 那好處的話就是可以先選位置 因為我發現連韓國人機機好像也都不太會使用這一台 大家都還是會習慣就是去人工的櫃台做報道 但是你看一下擠成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先選位置 選好位置之後呢再去 推運行李這樣會方便很多 另外如果有在樂天的APP上面買免稅品的話 取貨處在12號登機門附近 用你的護照啊在這個機器掃完之後就可以拿到票了 那就可以拿著票在這個櫃台做領取 那他一邊是樂天的一邊是新世界的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作品的話歡迎訂閱按讚加分享 以及左上角有我的IG可以追蹤 未來的話會有更多的作品與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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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